很多年轻人喜欢吃肥干厚味的 比如说一些卤味的 涮串就比较多了 有信的朋友可能在网上也看到一则消息 说一个女生吃了大量的卤味就发生了中毒 什么中毒呢 她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整个嘴唇指甲都是紫干的 就是那种紫色绿色 最后出现了呼吸困难 有生命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 医生给她注射了亚甲兰 才慢慢的缓解掉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亚硝酸盐中毒 那么说到亚硝酸盐中毒 有很多人很害怕 说是剩菜剩饭里面的亚硝酸盐 它就多 就容易中毒 其实不然 告诉大家亚硝酸盐 它首先它得有一个东西 就是支撑它产生的东西 就是亚硝酸 那么亚硝酸在哪里有呢 其实在我们的化肥里面 是化肥里面的这个蛋 进到我们的蔬菜里面 才形成的亚硝酸 而亚硝酸盐呢 就是在蔬菜当中比较多 肉食当中的亚硝酸盐并不多 是什么呀 它可能就是一些肉毒杆菌 如果说反复细菌在繁殖的过程当中 它生的菌是不一样的 那么亚硝酸盐对于什么里面最多呢 就是一些大叶蔬菜类 那么我们大叶蔬菜类 新鲜的大叶蔬菜 比如说用的化肥也是有机肥 也没有什么蛋肥那些在作用的话 它没有蛋怎么会产生硝酸呢 有了硝酸变成亚硝酸 它和盐发生化学反应 有了这种土壤 它才能变成亚硝酸盐 所以大家也不用着急 我们的剩菜剩饭 你放在一个密闭的干净的容器当中 只要没有你的唾液去跟它接触 就没有消化酶 它的增长是非常缓慢的 另外还有一点 我们家里头都有冰箱 冰箱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鲜的东西 它能够在低温当中 也能够控制细菌的繁殖 没有细菌的繁殖 亚硝酸盐它也不会产生过多 为什么这个女生吃了那么多卤味 会出现亚硝酸盐中毒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加工厂家 使用了亚硝酸盐 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 它能够使我们的熟食 或者是我们的肉类 保持颜色鲜亮 或者肉质鲜嫩 给人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但是现在呢 很多的加工企业 也都不让使用亚硝酸盐 作为食品添加剂 所以呢 我们在食用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量力而行 千万不能过量的去食用 或者一次食用 过多的亚硝酸盐超标的产品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